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无数人是下一个肖战,但肖战从未成为下一个谁。 内鱼之中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想要成为肖战吧,即使他的粉丝不喜欢肖战。 那也不影响自家政主在面对肖战时的那种羡慕感。 XXX中XXX饰演的XXX和陈情令中肖战饰演的魏无限是同一种类型啊? 你们觉得呢? 网友说XXX在XXX里的表现很不错。 有肖战演王牌部队那感觉了,你们说呢? 新人XXX在XXX里表现不足。 而且本人与肖战有几分相似, 他会成为下一个肖战吗? 似乎,人人想做肖战。 可肖战本人,却从没想要做另一个人。 如今内鱼碰瓷前辈和流量大的艺人已经成了习惯, 无数营销号发着同样的通稿。 一时之间不知道是对家在黑那名艺人还是艺人团队自己买的。 艺人粉丝说自家政主不会傻到对上肖战, 肯定是对家买的通稿来黑自家政主的。 可说实话,他家政主真的有对家吗? 每隔一段时间,肖战粉丝们总能看到下一个肖战的通稿以及与肖战所饰演。 电视剧角色做对比,尤其是陈情令。 都2023年了,2018年拍摄。 2019年播出的陈情令依然会被拉出来做比较, 一时间不知道是内鱼作品质量太不行。 还是陈情令太行。 似乎肖战的魏无限已经内鱼角色无可比拟的天花板了。 想要一个角色出圈,那就让角色蹭魏无限,让一人蹭肖战。 这样的营销手段的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一大批人认识到他。 只不过不喜的感情占大多数,可是黑红也是红,有的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 肖战已然成为了内鱼一人上升的利器,无数个下一个肖战即将来临。 而肖战本人呢? 他从未营销过自己会试下一个XXX,默默无闻之计。 那是除了X9的老粉之外,也就任他当墙头的人了。 连面试剧组都是自己在机场大包小包的拎着。 在他红了之后,突然暴涨的流量让他猝不及防自己的处境,他的粉丝太多,反而需要他出面安抚。 日常的营业氛围不是平静就是平安,一直被拉踩,从未踩过别人。 如今的肖战已然步入正轨,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足够合理的规划。 他不会理会外界的流言蜚语与无端催促,他在合适的时间里进组拍戏。 接洽是和自己的品牌代言,享受自己的日常生活,网上对他的通稿却从未放过他。 内宇想要成为肖战的人实在太多了,他们掩馋肖战的流量,期盼得到肖战的粉丝。 羡慕肖战的容貌,幻想有肖战的才能,却从不想要经历肖战所经历的一切。 种瓜得瓜,种痘得痘,肖战能够如今所经受的苦难能够摆在台面。 上的都足够那些人喝一壶的了,更何况私下被他自己所消化掉的呢? 肖战从来不像谁,没有威胁谁,挤掉谁,比肩谁。 也不是谁谁单位接班人,更不是下一个谁,任何人都不是。